最近这一周网上其实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暴 某知名退休媒体人非常不开心 因为他三篇重磅的微博全部被删了 第一篇是挑动把长津湖战役纪念日和平安夜对立的 第二篇是直接跟领导人对着干否定党的性质的 第三篇更过分了 在教员的纪念日的第二天借着否定文革否定教员 而更有意思的是 同一天财新也发表了一篇骂文革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文章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如此典型的 非常具现化的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文章了 那到底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呢 这些媒体到底想干什么呢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老胡这几天肯定是憋屈坏了 发一个帖子被人一通猛怼 再发一个又被怼 估计心里都憋屈成病了 24号那天央视以及一些官媒 还有很多网友在那发 12月24日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 结果老胡破防了 用一种不要炒作对立的话术来制造对立 我之前明确的说过 圣诞节是西方的宗教节日 这跟中国的主流无神论社会本身是不兼容的 而老胡则强调中国有2000万基督徒之类的 巴拉巴拉说什么 一些国人过阳节也是正当权力之一 问题是大家庆祝长津湖战役的胜利 也没说不让过圣诞节呀 这是完全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老胡如此破防呢 我搜了一下 原来老胡的父母都是老教友 信了一辈子的教 难怪他那么生气呢 当天的晚上可能他气不过 突然又发了一条微博 开篇第一句话就说 今天的中共是执政党 不是以推翻反动统治为首要目标的革命党 巴拉巴拉又放了一堆没有味的皮 咱也不知道这货是怎么了 是踩了电门了 还是放屁砸脚后跟了 他说这话直接跟领导人对着干了 咱们来看看领导人是怎么说的 习总多次讲话中都谈到 中共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 他明确的指出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习总强调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子劲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的精神 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他强调执政和革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也绝不能分割 那么习总说的革命指的是什么呢 他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给出了答案 一句话 那就是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从严治党 习总从上台以来一直贯彻从严治党 一直坚持的强力反腐坚决清除腐败分子 习总之前说的很明白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所以老胡这话明确是跟习总对着干了 他本身又是党员 否定革命你想干嘛呀 是不是贪污腐败 怕自己进去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还有更严重的 26号教员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老胡忍了一天啊 27号上午 他终于是憋不住了 发微博第一句话就是 文革绝对不能翻案 国家不能发出这样的信号跟警告 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不允许死灰复燃 我们大家要免于陷入这种激进主义 巴拉巴拉又放了一堆没有味的皮 他这个微博跟财新的文章都是前后脚发的 现在这帮玩儿举着红旗反红旗 玩的太娴熟了 比如老胡常用的写作套路 先是正面描述 然后加一个关键的但是 但是后面才是他要夹带的私货 或者是把私货放在前面 中间加一段正能量 然后结尾再批判一番 现在YP5媒体人那可是真的是太懂了 就比如24号晚上这一段 他强调中国不是反帝反修的棋手 这就跟现实严重的不符 但是和他的奴性相符 中国自身的发展本身就是反修反帝的过程 抛开国际大环境谈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 中国发展科技 搞人民币国际化 帮助第三世界发展 这些行为在美国看来就是明确的在反美 也是反美帝国主义 由于中国体量摆在这了 现在中国就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 你不想当人家拿你当偶像了 所以起手不是说你不当 他就不当的 而他一再忽略事实去强调这个事 只能说这个人奴性挺重的 去亨店演个大内总管 演个胡公公都不用化妆 而同一天财新的文章也是这套话术 举着红旗反红旗 说文革期间什么国民经济崩溃呀 哎呀官方还在吹形势大好了 财新这篇啊 确实是反贼里面算是有点水平的 不但强化了反贼对于文革的错误印象 还攻击了当下的政府 果不其然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之后反贼又开始哭丧了 说什么言论不自由啊 这个那个呀 其实反贼啊 想掘什么屁股 喇什么谢特 咱还不知道吗 不就是阴阳怪气攻击政府吗 现在这帮垃圾媒体人啊 最烂屁股 天天啊 以第四权自居 中共在不断的内部监督 自我纠错 不断反腐 不断的查处 违法违纪的分子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些媒体人 这些第四权 那些歪屁股媒体进行互相监督 互相纠错 什么时候义正言辞的控诉 他们同行的罪行呢 一个都没有 所以说这帮歪屁股媒体人是最他妈坏的 老胡是整整在教员诞辰纪念日 他憋了一天 第二天哭叉一下就憋不住了 这帮人就存坏 欺负死人 不会说话 当时他微博下面的评论区 简直就不能看了 那既然这样 我就必须得为教员说句公道话了 现在他们在强化一个反贼的核心谣言 那就是只要一提文革 通常就是那几个词 说的特别黑暗 实际上是那样吗 中国很多关键性的科技和产业突破 恰好都是文革时期做到的 最著名的就是两弹一星 就是文革期间立项搞出来的 这个因为太有名了 我这里给大家提一个 不一定谁都知道的 四三方案 你听过吗 讲四三方案前 咱们要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 改革开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提到改革开放 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到邓小平 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公的功劳 是他推动的改开 那么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当时世界主要的大国都封锁中国的话 中国搞改革开放能搞得起来吗 那么时间就必须要回到1971年了 当时美国政府财政严重的斥资 法国为首的国家开始对金本卫发起猛烈的冲击 尼克松政府宣布黄金美元脱钩了 正式开始金融流氓 当时的美国正好经历60年代严重的经济困难 内部社会矛盾严重 各地左翼势力崛起 反资本主义反战的浪潮此消彼长 当时美国的民权运动 法国的红武乐运动 意大利的红色铝运动 日本的赤军 拉丁美洲的游击队 跟智利总统阿联德上台 都对美国制定的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当时西方资本急于对外输出 西方的产业转移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产业转移的核心关键是让本国的工人阶级大量减少 让他们没有办法搞工人运动 因此中国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就被他们相中了 1971年基辛格访华跨出了中美和解的关键一步 当时中美双方不仅谈论中苏美的关系 基辛格还不断的试探中国对于资本开放的态度 而当时的中国一直在努力想变成工业国家 建国初期中国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 中国获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转移 后来苏联走向修正主义中苏交物 而毛主席把中国打造成工业国家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而这个时候美国人来了 相当于是想睡觉有人给你递枕头 这就为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 跟技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72年的二月份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 中美上海公报提出 同意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之后美国各大企业跟大银行家纷纷访问中国 中美贸易跟银行开始逐步的对接 同年国家组织各部门进行讨论调查 开始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线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1972年1月16号上报中央 毛泽东同志在2月5号批复项目成立了 在这一年冶金燃料化工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机械都出报告 希望引进资本跟技术 到1973年的1月份国家纪委向国务院建议 三到五年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 但是又少有人知道的43方案 这43指的就是43亿美元的设备 这是继1950年苏联援助156项工程之后 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文革期间 所以这叫黑暗 这叫经济崩溃 这叫民不聊生 便下话烂狗技 知道吗 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 中国成功的引进外资跟技术设备 43方案成功的推进了 13套大化肥 4套大化鲜 3套石油化工 10个石油化工工厂 43套综合采煤机组 三所大电站 大型的钢厂 工业汽轮机工厂 陆续上马 别的咱都不用多说 就因为43方案 中国拥有了大规模化肥制造能力 这直接让我们的亩产粮食增产了47% 另外化鲜设备的引进 让的确粮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材料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功劳 说白了 因为有了中美建交才有后面的43方案 有了43方案 你才有改革开放的基础 同志们 准确的说 文革期间 中美建交43方案 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大家现在看到当年那些海报上经常印着 拿着红宝书的炼杆工人 纺织工人 这些都是43方案时期的海报 我知道有些人经常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 要知道历史是连贯的 没有前人的铺垫 哪来后人的成功啊 因为这些工业设备技术的引进 才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 这也打破了公知 YP5媒体人编造的话术 他们就是通过强化谣言的方式来带节奏 骗那些无知的群众 而他们否定毛主席的根本 就是为了否定中共的合法性 否定中国的合法性 这帮人是太坏了 齐心可诛啊 我之前见过太多用改革开放来否定毛主席的人了 只要有人再这么说 你就让他去搜43方案 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到这儿我就感慨教员 你说他为了国家辛劳一辈子 家里人从弟弟到夫人再到孩子 都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捐躯了 可以说是满门英烈 教员没有私心 他一心想让中国人过好日子 他也确实做到了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工业之父 没有他当年的智慧跟决断 真的没有后面的发展 大家要知道啊 世界上只有八分之一的国家具备工业能力啊 咱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大家都是受益于此 真的应该感谢教员的英明神武啊 所以特别建议大家 没事就多看看教员的书 多看看教员的事迹 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受益终身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别忘给磊哥点个赞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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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